中東小霸王怒了 誓言讓俄羅斯付出代價 竊物文件揭俄羅斯恐動用核武阻止中共入侵 爆大陸醫院生意火爆 百姓揭驚人真相 自從去年10月7日 哈馬斯組織襲擊以色列以來 以軍已經摧毀哈馬斯在加沙地帶從北到南的軍事設施框架 消滅了哈馬斯24個營中的18個 剩下的6個營也隨時會被以軍摧毀 其中在拉法的4個哈馬斯營中 還關押著大量的人質 而且還藏著哈馬斯的頭目 哈馬斯掌控加沙之後 在當地人中宣傳仇恨 固惑當地人作為人體盾牌 他們利用醫院、學校、清真寺作為掩護 在地下畫了500公里長的隧道引力其中 為防止哈馬斯再次以加沙民眾作為人體盾牌 以軍將要徹底清除加沙地帶的哈馬斯成員 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哈加里少將表示 拉法的140萬居民將會被轉移到更安全的地區 也將會獲得食物和醫療 目前以軍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以色列情報部門摩薩德獲得的大量信息顯示 俄羅斯是哈馬斯的幕後黑手 這是普京下的一盤大棋 俄羅斯想要在加沙、南亞、東北亞等地開闢新的戰場 以此來轉移西方社會對烏克蘭戰場的關注 但是隨著哈馬斯的逐漸屯滅 俄羅斯很快將會付出代價 俄烏戰爭爆發之後 以色列曾經拒絕提供烏克蘭特別想要的鐵窮防空系統 還一直避免為烏克蘭運送任何的主要武器 但是目前俄羅斯已經成為了以色列眼中的敵人 烏克蘭很快就會獲得以色列的大力支持 以色列執政黨政治家阿米爾·魏特曼 在電視上慷慨激昂地宣誓 在與哈馬斯的戰爭結束之後 以色列將確保烏克蘭贏得與俄羅斯的戰爭 上駐聯合國以色列代表吉拉德·埃爾丹 在會議中表示 以色列將無人機襲擊和導彈襲擊的預警系統 轉讓給烏克蘭軍隊 以色列號稱中東小霸王 雖然面積只有1.5萬平方公里 人口只有900多萬 但是卻擁有全球一半的科技公司 有中東軌跡之稱 在納斯特克的上市公司 數量位居全球第三 亦都被稱為世界上最小的超級大國 很多人認為當哈馬斯被屯滅之後 俄羅斯戰敗的時日亦都快到了 近幾年來 中共與俄羅斯合作密切 不過近日一份洩漏的俄軍文件 卻揭露出俄羅斯與中共之間鮮為人知的一面 目前英國金融時報已經看到這些機密文件 洩漏的文件中提到一個演習 是假設莫斯科面臨來自中共的攻擊 在演習中被稱為北方聯邦的俄國 將可能會利用戰術核打擊作為回應 以阻止南方第二波入侵部隊的推進 這份文件中寫道 總司令已經下令 當敵人部署第二梯隊部隊 而且南方威脅要對主攻方向進一步進攻之時 使用核武器 根據金融時報報道 雖然普京開始與北京結盟 早於2001年就已經簽署了一項 核不首先打擊協議 但是上述的防禦計劃 卻暴露出俄羅斯安全機構高層 對於中共的深度懷疑 中俄兩國自從中共黨會習近平上台之後 加強了合作的關係 雙方領導人進行了至少40次的會面 俄羅斯在2022年2月開始侵略烏克蘭 而引發歐美的全面制裁 不過中方卻加大與俄方的貿易 為俄國提供了一條重要的經濟生命線 來幫助俄羅斯規避制裁 以致引發西方的譴責 雖然兩國表面上看起來越來越密切 甚至普京和習近平還宣布建立無常限的夥伴關係 但是金融時報報道 從洩漏的俄軍訓練資料顯示 俄國東部軍區已經演練了應對北京入侵的多種場景 報導稱這些演習提供了一個罕見的視覺 讓外界了解俄國如何將核武庫視為其國防政策的基石 也都顯示了俄羅斯如何訓練部隊 在某一些戰場條件之下來實現第一次核打擊 國際戰略研究所戰略技術與軍備控制的主任威廉表示 俄羅斯仍然繼續加強與演練該國在遠東地區 靠近中國邊境的核能力導彈 其中有很多系統的射層只能打擊到中國 在這份文件中揭示了俄羅斯動用核武的潛在標準 比如敵人摧毀了俄方20%的戰略彈道導彈潛艦 30%的核動力攻擊潛艦 至少三艘巡洋艦三個機場 或者同時攻擊主要與設備沿海指揮中心 在一份對海軍軍官培訓的演示片中 他概述出潛在核打擊的更廣泛標準 其中包括敵人在俄羅斯領土上登陸 負責保衛邊境地區部隊遭擊敗 或者敵人即將使用常規武器來發動攻擊 卡內基俄羅斯歐亞中心主任阿力山大稱 這是我們首次在公共領域看到這類報道 他們表明如果俄國無法通過常規的手段 來達到預期的結果 那麼他動用核武器的作戰門檻非常低 要比俄國對外公開的還要低 在疫情持續升溫之下 中國經濟停滯 在百業大蕭條之下 醫療系統生意卻異常火爆 多地的民眾披露 打過疫苗的很多人都生肺結節 經常需要治療 所以醫院生意興隆 成都民眾左先生 對海外媒體新唐人表示 有些單禮至少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 都有肺結節 如果不是就有白顛峰 皮膚起白斑 我估計可能是打了疫苗 我有幾個熟人 他們的單禮打的是科興疫苗 他們的肺部結節特別多 然後腦梗、心梗的死亡比較多 中風的也都比較多 成都民眾左先生還說 最近他的一位朋友 因為肺結節住院開刀 還有不少親友 已經在疫情中過世 陝西民眾何先生披露 疫情剛剛開始 武漢就死了幾十萬人 我有一個朋友 他的姐姐就是醫院的主任 他說死了很多人 武漢好像有五個火葬場 24小時全開 結果將好幾個爐都燒炸了 到最後燒不過來 後來就將人冷凍起來之後 粉碎成小塊 然後包裝起來 有時間的時候再焚燒 何先生說 各地都死了很多人 但是媒體不報導 他身邊不少年輕人 得了白血病 和心腦血管病 消息也都被封鎖了 北京市民武先生說 現在死人已經成為平常事 老百姓都麻木了 近期大陸網友也都紛紛發帖說 身邊親友摺二連三的過世 最近死了很多人 都是好好的就死了 親平好友已經有五個人 30歲左右就過世 北京市民黃超近日對大紀元透露 當前北京的醫院仍然人滿為患 一年來 他認識的人中就有六人撤死 除了一人身體素質不好之外 其他人身體平時都強壯如牛 他說 最近死了那麼多人 肯定是跟新冠疫情有關係 絕大多數打過疫苗的人都很焦慮 沒有一個人內心是踏實的 都是有點心慌 這個是中共衛健委 應該對民眾公事的事 但是他不公開 現在民眾最關心的就是這個話題 到處打聽 但是大家對這些都心知逃明 黃超還表示 他非常想知道更多與新冠疫情相關的事實 想看到權威機構的統計數據 包括到底死了多少人 他說 尤其是2022年底 中共突然放開封控 之後的一個月死了那麼多人 到底權威的死亡數字是多少 他說 曾經看到中共民政部的一個相關數據 但是又被刪除了 中共總是屏蔽 到處掩蓋真相 他將這些數字隱藏起來 好壞的 黃超根據他看到的數據進行過推算 他認為2022年底疫情封控開放之後 差不多有600多萬人死亡 流行病毒家一直在努力拼咒2022年12月之後 這波獎噴般爆發的疫情死亡數據 四個互無關聯的學術團隊得出的估計大致相似 這波疫情可能已經造成了100萬至150萬人死亡 由美國聯邦政府資助的西雅圖弗雷德 哈欽森癌症研究中心公布的研究報告顯示 這波疫情死亡人數 飆升到將近200萬人 這家中心 是根據中國一些大學公布的死亡率數據抽樣 以及中國互聯網上搜索進行研究的 第四個互聯網上搜索進行研究